注意看 嚣张的老黑不讲武德偷袭 竟然当众强文我们的中国小伙 被现场的工作人员拉开后 这家伙还不罢休 来了一招老树盘根 直接挂在了中国小伙身上 实在是欺人太甚 然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侮辱中国人了 在面对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时 这家伙无缘无故推散中国选手 还当众踢了中国小伙一脚 甚至对着镜头做出母脖子的动作 完全没有把中国人放在眼里 这个非洲老黑在中国如此狂妄 来自山东的硬汉许志伟看不下去了 当机表示要在擂台上教训对方 虽然许志伟只有18岁的年纪 但他已经取得了12战11胜的耀眼战绩 是三岛王刘海龙的得意门生 他亲自来到现场为许志伟助阵 就让我们查案点再三秒 一起为山东小将加油助威吧 比赛铃声敲响 两人未经试探直接开战 激烈的拳腿交锋拳拳拳到肉 许志伟一个扫踢 踢的母巴配一个亮枪 打得实在是太霸气了 好 这个速度还是有差点 是 从两个人身材的维度来看差不多是吧 嗯 从两个人身材的维度来看 我觉得 哇 哇 这个 这个动作很厉害 前脚动作都有点像康安一样 哈哈 对 全体多控制的相对多一些 不仅仅会少 对啊 从两人的交锋中可以看出来 许志伟的腿法非常有噪音 他的眼神就像阴笋一般锐利 牢牢地盯着母巴配的动作 一旦对方有所疏忽 他的正蹬腿或者是中段扫踢 就会狠狠地击打在母巴配的身上 实在是太过瘾了 不过母巴配这家伙显然也很耐揍 许志伟一时间难以终结他 其实我现在认为 技巧上它其实是很难 但是心理上可能有机会 看能不能把 红方打类的 但是 你看他站住是怎么安排的 因为在第一局目前来看的话 蓝方就是属于 一直在压带人动得很少 对 一直在这场 我喜欢 我很喜欢连方的这个气氛 而且速度好快 他这个板架 因为后手塞的这个很直接 是的 而且他也会 他不只是会用一个技巧 又定心又做变强 比赛进行到回合后半段 母巴配还是一股脑地往前压 却无法打出有效的进攻来 反观山东小伙许志伟 他通过灵活的步伐掌控比赛节奏 在后退中进行反击 虽然他出手的次数不是很频繁 但是每一次击打都非常的有效果 这让母巴配十分的苦恼 看第二局 软峰这边的这边怎么安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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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那第二局开始看南方的教练是怎么跟他布置第二局的战术对我也希望他可以快一点他现在一直就第一回合一直被打了一直被被控制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徐志伟开始加快比赛节奏他犀利的腿法攻势压制的姆巴佩不敢轻举妄动就在此时徐志伟一记神龙百尾杀出吓得姆巴佩出了一身的冷汗姆巴佩在短暂的惊慌过后也使出了一招神龙百尾随后两人纠缠在一起 打到打到 打击中了 他的嘴还是有用晃啊 那么突然 很突然 又来给我公开拳 打了 在这个时候 红方不能 自己乱阵 对 挑点 还要尊重对手 后手打得是不是很好 是的 力量 你得一致后手塞得很直接 但是你没发现像是力量渗没进去 非常好 许志伟这个小伙不仅仅是腿法好 他的拳法也非常的有造诣 每一次挥出去的拳头 角度非常的刁钻 总是能够轻易地突破母八配的防守 然后狠狠地砸在对方的身上 打得非常的不错 我也冲你啊 有点着急了 漂亮 其实红帮现在是拳的输出多一些 避免可以少一些 因为打拳效果非常好 这个会会还有生下来四十秒钟 哦 他抗尽打也不不不不不不差 哎呀两个人都很都很抗打 对 因为我们在这听着趴妈打了声音 对 特别是那个膝盖跟腿 呃 对发用声音就是那个肉肉的感觉 比赛进行到回合后半段 许志伟的拳头犹如毒蛇吐信般狠辣 时不时地给母八配来上一拳 打得母八配都不知道怎么防守了 然而就在母八配全力防守拳法的时候 许志伟突然又杀出一记正登腿 直接将母八配踹了个四脚朝天 模样可谓是相当的凄惨 好 第二天 准备好很多 好 第一次会合 我们许之为对Adrian 安亲娘呀 比赛来到第三回合后 许志伟继续加强自己的拳法输出 姆巴黑完全不是对手 他迫切地想要挽回局面 情急下使出一招转身后半 结果被许志伟重拳打翻 要不是裁判叫停及时 这家伙少不了一顿毒打 比赛重启后 许志伟继续加强自己的腿法输出 此时的姆巴佩战也顶不住了 被打的跌坐在擂台上 裁判当机对其进行赌秒 以后的刀是否会很重 我以后的刀是否会很重 你感觉很重啊 这两个刀是否可重 两个刀 现在感觉教练他们在吵架 还可以继续 由于刚刚的小插曲 给乐木八佩恢复体能的机会 他意识到自己的劣势 开始朝着许志伟发起了绝地大反击 不过许志伟通过灵活的步伐移动 一意化解了对方的攻势 后手赢得很 别着急 哦 很好看 很好看 所以两个人相互换拳很激烈啊 对啊 他完全不往回退的 两个人相互换拳 对 他不服 现在 就是把他KO 两个人相互换拳之后 比赛进行到回合后半段 木八佩的体能严重下降 他开始频繁地搂抱许志伟 一直到比赛回合结束 又有拳 又有拳 打好多次了 哇哦 互相拼 又来了 好精彩 最终两人打满三回合的比赛 许志伟一大比分优势获胜 大家觉得许志伟打得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三连再走呗